當然做完了,我們就利用那個V的函數做出來 不過剛剛這個地方我比較建議說那個V的函數 以後如果你對應到查個對照表 我是建議如果像這個範圍 剛剛我們是用選取的 選取之後呢,這個範圍 Table Array 是選這個,Table就是資料表 就是一個什麼,一個對照表的意思 那一般我們選完之後還要再做什麼鎖定 如果你剛剛其實蠻常容易忘記就是還要再加一個錢的圖號 那如果你不喜歡這個方法,我就建議 另外一個方法,你可以把這個範圍怎麼樣 先定義一個名稱 以後的話呢,就把這個範圍用名稱來表示 而且蠻推薦的 蠻推薦你們用定義名稱 那怎麼樣定義名稱 非常簡單 如果說我今天這個範圍 你先選起來之後 也就在你使用V版式之前 先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請你再到Excel裡面 有一個叫名稱方格 這個名稱方塊的這個地方 在哪裡?在這個地方 這個空白處呢 就是所謂的名稱方塊 那你可以怎麼樣 選完之後的話呢 請你在這邊 點一下 給他一個名稱 這個範圍也叫產品 比如說這個叫產品 OK Enter 記得喔,一定要按Enter 好,以後的話 這個範圍就叫產品 這個範圍的話叫區域 所以這個也順便出來 這個叫區域 Enter 它就叫區域了 那以後的話 你用V盤數 特別是喔 你就不需要 在Table Array這邊 直接去選了 你就直接按F3 它就跳什麼 剛剛我們定義的那個名稱 有沒有 區域跟產品 那這邊的話 剛剛是產品 OK 就按確定就好了 那這個也有個好處 就是以後名稱看得到 不然的話以後 你公司他一堆有沒有 你根本一範圍叫什麼 都搞不清楚 看到公司就覺得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想半天不知道 第二個的話呢 他不用做鎖地 不用加錢的符號 就OK了 另外的話 以後當然 像這個範圍 不見得會放在同學工作表裡面 可能放在 不知道哪個地方 那你要找不好找 但是你按F3 它會跳出清單 你不管放哪裡 反正就 針對名稱就OK了 管它放哪裡 有那個名稱 我就可以拿來用 不知道放哪裡都沒關係 好 按確定 這樣的話 你向下填滿 就OK了 所以我覺得 這個定義名稱 蠻值得學習的 那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這個選舉範圍 也是一樣 打Delete 按F3 然後這邊的話 就叫區域 按個確定 有沒有 向下填滿 這樣也OK了 所以呢 還蠻推薦各位 以後的話呢 就用這種方式 來這個選舉範圍 我覺得 相對起來 比較不會出錯 而且 以後的話 你要回頭看 到底這個是什麼 這個什麼範圍 也會比較好管理 那再來將來 就是說 老師那個 有時候名稱放哪裡 我搞不清楚怎麼辦 我有沒有辦法知道說 這個名稱的資料在哪裡 其實你可以透過 在公式裡面有個名稱管理員 也就是說以後 如果你定義一堆名稱的話 你實在是不知道說 那個名稱放哪裡的話 很簡單 直接在名稱管理員 他全部都幫你列表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蠻值得用的 通通在這裡 這個是他的名稱 底下的話呢 就是他的資料到底對應到哪裡 有沒有 區域 底下的名 以後證明你那個範圍 如果有變光 你可以從這邊做修改 都沒有關係 所以 這個其實是非常值得推薦你們用的 不然 我看很多人 每次都會有一堆的那個範圍 而且範圍 還跨工作表 跨工作表 又有工作表名稱 驚嘆號 然後又是什麼 好長一串 然後 錯誤的話 他搞不清楚了 可是用這個方式 你也比較好管理 反正你先定義一堆名稱 是有意義的 然後將來的話 你要查 你就到 所謂的名稱管理員 你馬上就知道了 其實這個概念 跟那個資料庫的所謂的 關聯式資料庫 還蠻像的 所以你會看 Excel 雖然 一般人 不把它當資料庫 但實際上 他做的事情 根本就是資料庫 所做的事情 所以後來 你會發現 微軟另外 有一個資料庫的產品 最好 最後 其實 Excel 是被Excel 打敗的 也就是說 其實 Excel 最後 大家不太喜歡用 應該是因為 Excel 太好用 所以大家就不太用 不過應該也知道 Excel 是個軟體 它是個資料庫軟體 但是 平常跟你講 真的太難用了 它的操作介面 極度不友善 如果跟Excel 比起來的話 所以很多人 乾脆就用Excel 就OK了 那 再來的話 我們就把剛剛的那個 圖 把它繪製出來 那應該繪製哪些圖 首先 第一個 游標放在這個範圍 所以剛剛 主要是定義名稱 也許各位可以 試著做做看 然後 再用名稱管理員 OK 公式 名稱管理員 非常重要 我覺得 不過我發現 我常常講這部分 我問同學說 你沒問過嗎 好多人都根本從來沒用過 那 真的是 如果沒用過 表示說 你真的還對Excel 不熟 不過我今天有講蠻多的 我發現很多其實都是 同學問我的 我說 你會這樣用嗎 難怪 你的那個 你的資料亂七八糟的 資料在哪裡都不知道 然後 然後常常發生問題 也搞不清楚 OK 其實有時候真的是 不太會用Excel OK 其實Excel真的 如果你會用的話 那裡面其實有非常 非常好用的功能 那你只要用的話 其實基本上也不太會出問題 那用起來其實 真的是 一個還蠻好友善的工具 接下來的話 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插入的樞紐分析表 所以這個範圍的資料 那我們又多了兩個欄位 所以這兩個欄位 需要是做樞紐分析表 一定要有的 樞紐分析表 然後把範圍選起來 按確定 那我需要什麼呢 特別就是 因為我需要的是 Excel有兩個 一個是什麼 產品名稱 所以我把那個產品名稱 拖拉到列標籤 第二個的話 我需要的就是 還有什麼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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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所以 所以 年度 這些年度 你也可以再把它 拉到 產品名稱下方 有沒有發現 他就會多什麼 哪個產品 哪個年度 有沒有哪個產品 那再來要統計什麼東西呢 統計 燃標 燃的話 我希望知道說 哪一區 哪一個分公司 它的這個 銷售額是多少 所以我可以說,再把哪一個區域的資料,區域拖拉到藍標籤 並且把銷售額放到池裡面,幫我加總起來 預設就加總,所以放開,這樣就幫我加總了 那特別注意,還有一點,如果說你有些時候你想要 假設這個東西拖拉的時候拖拉錯,比如說你拖拉到單位台好了 如果你要刪掉的話,請特別注意,刪除這個藍,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它拖拉到上,就是拿下來是增加,拖拉上去就是刪除,放開就刪除了 所以有時候你如果說,假如要變更哪個單位的統計 比如說你不是要銷售額,你要銷售的台數的話 那你可以把台放進來,它就加總,如果是數字就加總 那我是銷售額的總數加總,所以應該沒問題,這個就加總起來了 加總完畢之後的話,那各位可以看到,它這個時候 跟著一下,應該它要的是什麼,應該是台數,不是銷售額 所以我剛剛,根據它要的這個結果,應該是 我們要的是台數,所以這個看起來不是銷售額 所以我們如果不是銷售額,那一樣,把它拖拉上去放開 把台數放下來,有沒有,就可以這樣子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最後的結果 那這樣的話呢,其他部分的話,當然你也可以知道 在修改,這邊這個部分可以修改 那這個標籤名稱,這個沒辦法修改 記得好像是只能怎麼樣,只能隱藏 隱藏掉吧,這上面好像有幾個按鈕 其實這個加減,這個都可以拿掉,有沒有 在那個,我們的這個樞紐分析表 我不是曉得,我這個版本是2007的喔 上面會有預先已經按了三個功能 這三個功能,你們也可以試試按按看 這個藍類清單指的就是這個東西 如果你這個東西不見的話,你再把它按一下 它要回來 這個按鈕的話呢,是加跟減 這邊加跟減,就不見了 所謂的加跟減,就是說你要不要展開 像這個減號,你把它按一下 它底下的有沒有,列標籤的下一階,就不見了 有沒有,就折起來了 這個功能啦,OK 你如果要把它展開,你就再加號展開 它就可以讓你展開 如果說你現在不要收折的話 你就直接按一下,按一下加跟減 讓它這個地方呢,前面不要加號跟減號 OK 那還有欄位標題,欄位標題是這個啦 就是上面這個東西 如果你不需要把它顯示的話 那你就把什麼欄位的標題給關閉起來 還有上面這個地方是可以變更的喔 比如說我今天,假如希望把這邊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名稱也許叫 什麼 產品分析啊 所以輸入一個 產品分析 這個其實名稱是可以變更的 Enter一下 這個是可以變更的 這個輸入分析表上面呢 有一些主要的功能喔 順到就是 只要有用到 我就稍微講一下 反正以後呢 你們就 上面其實有一些功能 可以 都可以拿來用的 隨時 是很有彈性的喔 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 樞紐分析表 再畫成圖的話 也是一樣 所以這邊的話 再點一下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 表 再透過樞紐分析圖 那當然這邊一樣 也是做一個 所謂的 樞紐分析圖的部分喔 其實也都是用那個 這個直條圖 按一個確立 好 這個馬上可以產生 那另外的話 一樣喔 就是把這個按右鍵 移動到 這個 移動圖表 然後把它放在一個 新的工作表 不然的話 它浮動在上面喔 看起來其實還蠻 這個看起來 不是那麼清楚 就移動到一個 新的工作表 它就幫你移動過來了 這個其實可以 再做調整 細部的部分的話喔 這個我們已經做完了 這個圖 再來的話 請各位根據 第六十 六十五頁 六十五頁 我錯了 這六十五頁 上面喔 我有再加上一些 我的 像這個的結果 實際上呢 就是根據這 總共有七個動作 比如我剛剛已經把這個圖表移動過來了 那我希望有沒有 增加圖表標題 並且至中 肢體大小的話要24 微軟正黑 微軟的這個中黑體 並且加粗 應該是在第六十五頁喔 OK 然後呢 這怎麼做呢 第一個喔 增加標題 這個目前是沒有標題 那你怎麼增加標題 你可以先找找看吧 你可以從哪邊找啊 從這個啦 版面配置 欸 版面配置其實什麼都有啊 只是說喔 我是建議啊 請你把這些所有的功能喔 都要稍微熟悉一下 什麼名稱代表是什麼東西 那以後的話 你可以馬上一看 就知道說該怎麼去修改 所以請同學 試試看喔 把這個 剛剛做出來這個圖表 做六十五頁的總共有七個需求 試著把它做做看喔